欢迎订阅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礼拜天呢是一年一度赶怀母恩的日子 母亲的爱呢举世皆然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的未来能够更好 孩子的未来是要建筑在先人扎下的根基之上 在这个根基里面最重要的呢 不外乎是我们的社经的规划以及我们的法治的制度 这个规划以及这个制度呢 除了需要行政团队的努力之外 他更需要全民的支持 我们期待我们有一个有远见 有效率有规划的一个行政团队 但是我们也同时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成长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台湾的社会纷纷扰扰 我们看到朝野对立 我们看到朝野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壁垒分明 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平心尽气的商讨 足以影响我们台湾未来世代的年金和事等议题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相信这个理念呢是很我们做母亲的一个理念 希望孩子会更好的一个理念呢 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我相信我们朝野诸君所思所想 对于台湾所期许台湾能够美好的一个未来 这样的初衷 我想任何一个党团呢都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在政治斗争之际 我们似乎忘了这个初衷 我们只考虑到各个党团为了要抢夺自己的势力的一个情况之下 而忘了我们原来最远高的一个目的 为我们的台湾未来打拼 我们都知道政治呢是管理众人之事 是妥协的一个艺术 可是呢我们台湾因为朝野的争执呢 已经对立已经虚耗太久 因为这个对立跟虚耗呢 我们丧失了很多发展的一个机会 也因为这样子 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呢 我特别要在这里再次的呼吁我们的行政团队 和我们的各个政党 希望呢我们的各个政党都能够不要忘掉 我们为了台湾发展的一个美好的初衷 我们都能够彼此资金的互相的冷静 为了我们的台湾的未来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冷静的坐下来 协商讨论 大家能够共同破坏一个台湾美好的未来 也为了我们的子孙 能够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面 更上一层楼 能够在国际间跟其他的外人平起不平坐 在母亲节的前夕 在母亲节的前夕 感谢观看